炼宗里 星期小白连阴阳怪气道 听说姐姐你从小最喜欢跟男生玩 我点点头 对 你还爱干净 嫌我诈祥脏 弹幕 简直离谱给离谱他妈开门 离谱到家了 诈祥王者 爱了爱了 齐恒只觉得自己要疯了 他头疼欲裂 像是有什么东西 正在撬开他的脑子 往里面钻 听到我说他要和陆建业结婚了 第一个反应是不信 他母亲都觉得情价价是低 更何况是陆家 他捏着眉心 你以为陆建业对你是真心的吗 你以为陆家的大门是那么好进的吗 我 别闹了 我答应和你结婚了 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第一次认真的看向齐恒 结婚不是一方对一方的恩赐 上次游艇上 我和柳依依同时落水 你哪怕不亲自救我 但也不该把我一个人留在哪 齐恒对上他沉浸的眸子 慌了神 他解释 你小时候是游泳队的 但是依依他不会水 而且不是你推的他吗 听到这句话 我忽然笑了起来 齐家要是由你继承 竞争对手半夜也会笑醒 柳依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干脆改名吧 叫柳骑士 反正他是男人来着 你也不愧 又是这副嘲讽的语气 看得齐恒心中一次 他曾经以为我忽然改了风格 是想引起自己的注意 可是如今他忽然意识到 他是真的不把他放在心上了 齐恒浑身发冷 不是的 不该是这样的 曾经的我会大老远跑到 他楼层所在的卫生间 就为了路过他搬机门口时 和他打一声招呼 会在课间操作 转体运动实景向他 被他撞到视线后 假装无事发生 然后做错体操的动作 会在他打赢了球赛后 犹豫着要不要递水 每次都得他主动走过去 他才红着脸把水递过来 还会他的脑人剧烈刺痛了一下 他看到了梦中 替他挡刀的女人面孔 白雾散去 露出了一张漂亮而绝望的脸 漆黑盈论的同仁迎着泪水 他艰难的起唇 想要说些什么 可唇角却溢出了刺目的鲜血 鲜血倒涌进他的肺腑 每说一个字 他就要承受着欺负的疼痛 而他正是我的模样 齐恒的脸色瞬间苍白如指 向后亮枪半步 我被他的反应惊到了 不是吧 不是吧 柳骑士的杀伤力这么大吗 齐恒开口 声音哑得吓人 我和依依没什么 以后也不会有什么 我气笑了 齐恒 你和柳依依是不是说了太多次谎 以至于连你自己都相信了 你们是兄弟 是哥吗 你妈都把祖传的手镯 给了柳依依 怎么不给你另外几个发小 齐恒先眸 狭长的眸中一片心红 我知道了 你是怪我妈把手镯 给了依依对不对 我 你这么会抓重点 怎么不去当高考鸭体老师 他摇头 觉得齐恒无药可救了 陆建业看到这边气氛不对 走了过来 年年 走吧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他的手臂微微弯曲 刚好有一个可供人搭着的弧度 我穿着细根高跟鞋 站了这么久 确实有点累了 见陆建业这么贴心 就顺手搭了上去 好 二人离开 穿过了紫藤花盛开的垂花门 一个西装革履 清冷灼然 一个长裙曼妙 明媚疏离 连背影都透着般配 如同拍摄绝美的情侣写真 变阳白云是他的红装 满山松柏都是伴娘 齐老爷子一出来 就看到这幕 当即气得吹胡子瞪眼 这怎么回事 一大家子无人敢回答 可他们都心知肚明 陆建业的出现绝非偶然 我分明是故意带着肩夫上门炫耀啊 而一直没说话的齐润笑了 爷爷 他们就是好哥们而已 不信的话 你可以问问刘姐姐 刘姐姐 你说是吧 柳依依紧拧着唇 舌尖都被自己咬出血来 吐出了一个对字 从云喜山庄出来 我一想到刚才齐夫人的脸色 他心中就痛快 五千万现在是他的咯 我的脸红扑扑的 鼻尖沁着汗 此时此刻 他觉得自己像是原始山林里的猴子 自由自在地在藤蔓上躺着鞦签 有其他猴子 想要过来抢地盘 他就拍着嘴巴 嗷呜嗷呜 翻译过来就是 满山猴子 我定最红 低调的黑色卡燕驶出山庄 来到了商业区 我指着前面的冰淇淋店 刚才谢谢你了 我请你吃冰淇淋吧 路见夜瞥了眼左视镜 似乎看到了什么 唇盼擒着笑 好 今天是工作日 店里人不算多 二人排在队伍末尾 戴着口罩和帽子 倒也没人注意 店里装修是INCE风 光滑的白色地砖 印着工业风的射灯 不远处是一个旋转楼梯 用浅色的小花点缀装饰 有几个小孩 手里举着冰淇淋 把楼梯栏杆当成滑梯 重量级的选手出现了 一个小胖子的屁股 贴在了光滑的木质扶手上 巨大的惯性 让他没有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停下来 而是像是炮弹一样 高高举着冰淇淋 冲向了我所在的方向 就好像愤怒的小鸟 他挡过刀 挡过剑 挡过子弹 但是还真没挡过人肉炸弹 就在他思考 要不要靠碰瓷发家时 一双大手握住了他的腰 把他往边上带了一下 冷不防撞在了男人的怀里 呼吸之间全都是清冷的木质香气 一抬眼就看到了清冷的下颌 哪怕在这种死亡角度 也异常好看 好消息 他没有被小孩的人肉炸弹创飞 坏消息 他好像被陆建业的糖衣炮弹腐蚀了 不然他怎么看他这么顺眼 这时 熊孩子的家长拎着小胖子 立刻上来道歉 还主动提出赔偿洗衣费 我垂眸 就瞧见陆建业身色西服下白 沾上了奶白色的冰淇淋 怪容易让人误会的 陆建业摆摆手 去卫生间整理衣服 家长还在耳边道歉 而我捂着胸口 耳边像是堵上耳塞 环境音都变得嘈杂不清 只能感受到心脏快速跳动 仿佛不受他的控制 晚饮姐 一道声音从后面响起 回头 就看到了迟烈样的笑容 姐姐 好巧啊 刚才在那边看 就觉得是你 可惜我微信里没零钱了 不然也好想买一个冰淇淋啊 此时 队伍刚好排到了我 他点着玻璃橱窗 来一个香草香焦味的 再来一个开心果味的 迟烈一笑 他以为是给他买的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开心果味的 我古怪的看了他 你手机给我 迟烈不宜有他 递了过去 操作半晌 我把手机还了回去 可以了 迟烈一看 手机桌面上 多了好几个借钱 我 我们华国有一句老话 连者不受接来之时 所以我给你下载 十个借钱软件 这样你就可以随时借钱了 迟烈 听不懂 但大受震撼 小姐 两个冰淇淋好了 迟烈要去接 却被我拍掉了手 迟烈 没一会儿 陆建叶回来了 我的冰淇淋吃了一半了 他把没动的 开心果味的递过去 你尝尝 特别甜 陆建叶俯身 没碰我递给他的 而是在他吃过的 他那口不是咬在了冰淇淋上 而是他的心上 他看向了陆建叶 你是自己没有冰淇淋吗 他请他吃冰淇淋是一回事 但是他虎口夺食是另外一回事 而陆建叶把开心果味的凑到他唇边 你尝尝我的味道 我瞬间不气了 他这人还挺公平的 于是他咬了一大口 似乎要把失去的全都吃回来 陆建叶抽了一张纸 擦去了他唇边融化的奶渍 不光温柔 好吃吗 好吃 别人的永远比自己好吃 这给迟烈看愣了 为什么我和陆建叶能这么自然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压根就没想请他吃冰淇淋 第二根是买给陆建叶的 是他自作多情 迟烈从来没有一刻 像是现在这么尴尬 网上不是说 假装没带钱让女孩请吃饭 这样他就有借口请回来了 一来一回 就相当于约了两次饭 但是为什么放在他身上就不灵了 迟烈的脸肉眼可见的战红 然后飞快出门 却不小心撞到了赠光瓦亮的玻璃上 被震得往回弹了好几步 这一幕 刚好被一个来打卡的网红录了下来 发到了网上 我家人们谁懂啊 现在商场玻璃擦得太干净了 我亲眼看到一个小哥哥 撞到玻璃上被弹飞了 十分丝滑 卧卧宝吉阿姨怪我了 卧卧这人有点眼熟 不确定 再看看 卧卧等等 背景里有一对小情侣 好像是陆建叶和我呀 我把好像去掉 就是他们 烧成灰我都认的 卧卧刚下节目就一起去约会 你爱的嘞 卧卧等等 我刚才就在这家店买冰激凌 还看到了一个熊孩子 差点撞到了一个女生 他男朋友把他揽在了怀里 特别甜 只不过 我有潮人恐惧症 没敢多看 没想到竟然是夜晚 错过了一个亿 我做视频呢 看不到视频 我的精神状态是会崩溃的 我谁能想到 能收入沙雕极紧的搞笑视频 竟然有浪漫秘密 锦号夜晚露透 锦号锦号露建叶我好般配 锦号锦号希望冰激凌店店主 不要不是好歹 速速放出监控锦号城市的另一头 迟早小妹妹也刷到了 这个沙雕男撞玻璃的视频 他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被玻璃撞飞的人 是自己老哥 他立刻给池烈打电话 哥 你刚才是不是在某某冰激凌店 妹妹的关心 让池烈在冰冷的互联网里 找到了一丝温暖 暂时抚慰了他受伤的心 没什么事 你不用担心我 我不是 我没问你 迟早激动 你他没看到陆建叶帮 玩玩挡冰激凌的一幕 迟烈 他没好气 没看到 行吧 迟早吐槽 就知道问你也白问 你又和我不熟 估计他们也不会和你打招呼 迟烈被妹妹刺激到了 怎么不熟 我还看到陆建叶吃了我的冰激凌 电话对面沉默了 果然 迟烈心到 妹妹也被陆建叶吃别人冰激凌的事情恶心到了 而紧接着 听同理传来一阵尖叫 迟早兴奋 哥 你是我的神 随后 他就挂了电话 冲去了超话爆卦 我家人嘛 被玻璃撞飞的是我哥 但这不重要 我我重要的是我哥说 他看到了陆建叶吃了晚晚的冰激凌 我我卧槽 谢谢咱哥 我我卧槽 谢谢玻璃 我我卧槽 谢谢玻璃哥 我迟烈打了一个喷嚏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齐恒驱车来到了秦家 秦家大哥和二哥都不在 只有放暑假的三弟秦朗在 一瞧见是齐恒 秦朗没开门 我哥说 不让我给陌生人开门 齐恒忍着气 我是陌生人吗 男人说 一个过于化毛 趁着齐恒像是一个正常人 初中时 老师要找家长 他不敢找哥哥 就找齐恒来 同学们一瞧见齐恒 都围过来 秦朗 你哥哥好帅呀 你哥哥的车太酷了吧 我可以摸摸吗 秦朗骄傲的下巴一扬 这是我姐夫 齐恒也揉揉他脑袋 默认了这个说法 但那仅限于在柳一出现之前 去年 他刚上高一 和班上一个叫柳凡凡的男生 打起来了 因为柳凡凡 造谣他解释小三 秦朗这暴脾气 当即就把人给揍了 老师要找家长 秦朗给齐恒打电话 姐夫 江湖就急 齐恒来到了学校 姐夫 你可来了 他们说我姐的是小他还没说完 齐恒有点不耐烦打断 别乱叫 我不是你姐夫 齐恒后面跟进来一个女生 穿着一身白裙 柳凡凡叫他姐 从那之后 秦朗才知道 姐夫不喜欢姐姐了 喜欢柳凡凡的姐姐了 门外 齐恒继续敲门 小朗开门 我是姐夫 秦朗 我还是你爸爸呢 齐恒 就在这时 秦宅的坐机响了 秦朗颠颠地跑去接 是二哥来的电话 小朗 你收拾收拾房间 晚上你姐夫过来吃饭 我在市场满鱼呢 一会儿就回家 我姐夫 对 估计一会儿就到了 你好好招待人家呀 可别给人家臭脸 秦老三还想再问几句 可是话筒 就传来了二哥和人砍架的声音 没一会儿就挂断了 秦朗迷惑了 二哥不是最看不上齐恒的吗 怎么听于语气还怪高兴呢 他挠挠头 最终还是给齐恒打开了门 齐恒走进来 嗅到了空气中的一抹香 只见客厅上摆着一个子童瘦手香炉 正散发着鸟鸟白烟 香气就是来源于此 这个香味 他在梦中闻到过这个味道 是他的太子妃调制出来的 这香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小朗 这是什么香 秦朗没好气 叫真一马香 齐恒 二人相顾无言 咔踏 玄幻传来开门声 齐恒拘束的起身 就瞧见秦家二哥回来了 手里拎着一条肥美的鲑鱼 而身后就是我和一大堆陆家人 陆夫人还笑眯你挽着我 挽如一对母女 齐恒 关于我给陆建业名分的第二弹 就是双方家长见面 由于我身上还挂着恋宗的合同 十几页的合同上就有那么一行写着 离婚嘉宾不得参与恋宗 冰冷的十个字 让我打消了官宣给名分的打算 虽然目前他在节目外 才能获得声望值 秦家二哥注意到 家里有一个不速之客 他把弟弟拉到一边 压低声音 小朗 七家那小子怎么在这里 秦朗疑惑 小声道 不是你说姐夫今晚来吃饭 我就把他放进来了 秦二一拍大腿 谁说是他了 陆家人没听到兄弟二人的对话 也惊讶于齐恒的出现 只有陆建业听得真切 他微蹲下身 你是小朗吧 这是送你的礼物 秦朗盯着陆建业的脸 歪了歪脑袋 这个人好眼熟啊 他想起来了 死在解放黎明前夕时 班上的女生反应可大了 就连文文静静的学习委员 都哭得差点抽过去 目光一移 就看到了手里面的礼物 是哈利系列全套乐高 还包含了早就绝版的零件 秦朗晕呼呼接过来 陆夫人笑眠你 以后你要是喜欢什么 就和你姐夫说 他给你买 姐夫 这就是他的新姐夫 秦朗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要是我被老师找家长 可以找你吗 一听这不着调的话 秦二立刻拉过弟弟 人家忙得很 你别麻烦人家 秦二之前 把人当成了扮演陆建业的穷小子 说话很是随意 而就在刚刚才知道 原来新妹夫不是高仿 而是真的陆建业本人厚 一回想起那天 他和陆建业的对话 不免有些心虚 陆建业却摇摇头 不麻烦的 二就搁 小舅子找我 随时可以 小舅子秦朗扁扁嘴 不是那么高兴 因为之前有人也说过这种话 可转头就不认了 秦朗想了想到 后天我们开学 下午有家长开放日活动 还有家长要参与的比赛项目 你敢来吗 要是你能拿到第一名 我就认你当姐夫 我受不了了 拿出了口袋里 冒着雾气的冰冻饮料 贴在了弟弟的脑门上 你不认 他也是 声望只加三个亿 秦朗被冰得呲牙咧嘴 姐 你干嘛 大人们笑作一团 而陆建业却认真点头 好 一言为定 玄关传来 嘻嘻嘻嘻的声响 秦家大哥 风尘仆仆的 从外省打了回来 看到家里这么多人 他都愣了一下 父母没有失踪之前 每年过节秦家的客人 都络绎不绝 而自从父母离弃失踪后 家里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他眼圈一红 怕是被人看到 拿过了围裙 我去洗手做饭 大家稍坐一会 我要去帮忙 我去吧 陆建业上前一步 你和我妈他们聊 对 晚晚 你让小叶去 我跟他母子二十多年 都没吃过他做的菜呢 来 我给你介绍陆家的长辈 陆建业和秦家兄弟去了厨房 陆夫人给我介绍家里的亲戚 他们走到了一对 矮胖和爱的夫妇面前 陆夫人介绍 晚晚 这是小叶的大伯和大伯母 我 大伯 大伯母好 大伯和大伯母眉开眼笑 好好好 这姑娘长得好 一看就是有福的面相 来 这是给侄媳妇的见面礼 准备的匆忙 不值几个钱 等你和小叶婚礼那天 再到一个更大的 笔物拿出来 是一排金条 凑齐了十二生肖 我 这叫不值几个钱 另一对夫妇笑着道 不就几根金条 也好意思拿出手 来 晚晚 看看你三叔和三婶给你准备的 他们二人戴着眼镜 丝丝纹纹的 从长条状的锦盒里 拿出了一个画轴 上面画的是一体奔腾的骏马 迎风矗立 不畏艰险 漂亮的鬃毛和健壮的肌肉 可以看出比例的辉红和雄厚 我一眼就看出来 一喜万古反马空 这是徐大师的真迹 三叔和三婶闻言 眼中浮出赞赏 对 徐大师的马纵横驰骋 无畏艰险 希望你和小爷未来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能迎难而上 自以徜徉享受你们的人生 自由自在 就像是这匹骏马 这个祝福让我心中一动 谢谢三叔和三婶 其他人也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礼物 陆建业小姑姑家五岁的外甥女 也拿出了他亲手画的简笔画 一棵柿子树 寓意着事事如意 装表在了拾木相框中 充满童趣 陆家人都很喜欢我 都围着他问东问西的 上初中的小表妹 更是亲热地坐在他身边 表嫂我是你粉丝 你一会儿可得给我签个名 我要发朋友圈炫耀 一家人一团和气 齐恒作为一个外人 半句话也插不上 他心中不是滋味 脑海中不停回想着 上午自己说的那句 你以为陆家的大门 是那么好近的吗 如今陆家人对我的态度 就像一双双手 打在了他的脸上 陆家人待他 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和其家人完全不同 其家人是怎么对我的 他是知道的 别说金条和名话了 就连口热茶都没有 去年过年 二婶说要吃树上摘的橘子 我就蹬着高去树上去摘 等他摘了回来 冻的脸都红了 二婶却笑出声 你还真是去摘了 这橘子被雪冻了 又酸又涩 拿去喂狗狗都不吃 母亲埋怨 养着果树 就涂冬日时 橘子挂着硬的血色和绿叶好看 你倒好 全都摘下来了 吃年夜饭时 三姑不让我做 说这是占规矩 要进我们齐家的门 成为齐家的儿媳妇 这规矩就是要受着的 也难怪你不懂 琴架破落的 连女儿都抛头露面了 哪里还有这些讲究 两个场景渐渐交融在一起 竟觉得是两个世界 一双无形的手 握住齐恒的喉咙 他心中烦闷又色然 好似滚热的青杏子 在心底乱脚 齐恒待不下去了 他越留在这里 就越会想起 齐家伯带我的点点滴滴 他起身要走 陆夫人掀着眼皮 小齐怎么要走 留下来吃饭吧 听着这主人的架势 齐恒皱眉 不用了 陆国母 我还有事 小叶难得下厨呢 陆夫人慢悠悠 要不是晚晚在 我们平时都尝得到他的手艺 说着 他又叹口气 我这儿子 光知道疼媳妇 把我这个做妈的事 忘了一干二净 小齐 你可比他强多了 齐恒总觉得话里有话 陆家表妹则挽住陆夫人 笑嘻嘻道 姨妈 小齐总才不稀罕我们家这口饭呢 他是要找他的好哥们 吃烛光晚餐了 再说了 表妹一顿 叹了眼齐恒 这是我们一家人聚餐 他一个外人在这里确实不太好 不是自讨没趣吗 说什么呢 陆夫人清训 可表情没有任何不悦 表妹吐吐舌头 我不说就是了 都怪我从小是男孩子性格 说话比较直 一点也不讨人喜欢 齐恒哥哥 你不会生气吧 First Blood 一杀 齐恒 这话怎么有点耳熟 好像在哪里听过 陆夫人拍了他外甥女 你齐恒哥哥不会生气的 他最喜欢男孩子了 Double Kill 二杀 齐恒 别说齐恒惊了 就连边上吃水果的 我也愣了一下 陆夫人这是杀疯了呀 而陆家三神也差距 小齐 不是长辈说你 你老大不小了 怎么连个订婚对象都没有 如今时代开放了 我们这些老家伙也都开明了 你要是真喜欢谁 不用有什么顾虑 国外不都合法化了吗 Double Kill 三杀 这时 陆建业五岁的外甥女 也迈着结实的小短腿跑来 在齐恒的脸上 贴了一个大大的彩虹旗 Quadra Kill 四杀 齐恒已经说不出来话了 可还没完 另一边 陆家的十六岁连跳三级 被长春藤录取的堂毕 推了推眼镜 严谨道 跨性别同性恋 虽然被戏称为别buff 但每一种性别和性象 都值得被尊重 你和柳小姐不 我不该轻易判断她的性别 我怎么敢轻易判断她的性别 总之 如果她需要变性手术 我随时可以让我的师兄帮忙安排 Pantapill五杀 齐恒 陆家人都是魔鬼吗 我微微一笑 压低声音道 赶紧走吧 至少你现在还能喜欢人类 再待一会儿 可不好说Low Shutdown终结 齐恒破防了 他一把撕下了脸上的彩虹旗 从秦宅落荒而逃 再回到齐家时 夜色萌重 齐夫人站在门口焦急的等待 小恒 你可算回来了 齐恒心里一沉 家里出什么事了 齐夫人心急 怎么办啊 你爷爷说你不娶我 就不让你继承齐家 原本齐恒继承齐家 是摆上钉钉的 可是最近老爷子 却十分得意齐润 甚至就连半八十大寿的事情 都拳拳交代给他 这里面有多少油水 可捞啊 齐家不少人怨声在道 齐夫人自然不是眼馋这个 而是担心老爷子 宠爱丽私生子 押过了齐恒 齐润是私生子 父亲又早逝 孔儿寡母全仰仗着老爷子的鼻息 因此世事谄媚 而齐恒不同 也不需要 他有自己的语意 这些年来 也常有和老爷子意见相悖的时候 齐恒坚持自己的想法 从不退步 人人都道 齐恒有魄力 可就怕老爷子多心 老爷子几年前大病一场 都签了病危同志弹 齐家匆匆冲喜 和秦家订了婚室 也不知道是真冲喜冲好了 还是怎么的 老爷子从阎王爷的溜带一圈后 不但活了过来 就连身子骨都硬朗 齐夫人对此很是担心 以史为尽 乾隆晚年宠爱和坤 多次悦记提拔 不就是看中了和珅无党无派 只为自己所用吗 齐恒之于老爷子 就似和坤之于乾隆爷 更要紧的 和珅不是乾隆的骨肉 齐恒却是老爷子的亲孙子 齐夫人忧心忡忡 小恒 他来只能委屈依依了 你就娶了我 等你爷爷去了 我们再行了 齐恒打断了母亲 看了眼周围 齐恒一个私生子 能翻出什么天来 至于婚事爷爷受宴当天 我会宣布和我结婚 婚书在他手里一日 我就还是他的未婚妻 就算是陆家再满不讲理 也不敢公然抢别人的妻子 齐夫人张了张嘴 可到底没把婚书 烧了事情告诉儿子 只说了五千万的事 齐恒反应不大 给就给了吧 母子二人却没有注意到 三楼客房探出了一道身影 柳依依今日留宿其家 本是齐夫人提出的 可齐夫人接到了老爷子的电话后 就全然把这事忘在了脑后 不然也不至于说了那句 就娶了我的话 柳依依紧握着手心 他悄悄地回到了房间 在没有遇到齐恒之前 柳家算是书香门第 但从不是什么好门 是齐恒给柳家 投资了一家私人医院后 柳家才有如今的局面 他怎么甘心把齐恒拱手让人 尤其这个女人 还是他不爱的女人 他深吸一口气 从随身携带的手包中 拿出了黑色塑料袋 里面是一根验韵棒 他要在老爷子寿宴当天 向所有人宣布 我怀孕的消息 齐家怎么会让婚前 怀了别人野种的女人 成为齐恒的妻子 不但如此 柳依依还下定决心 点开了微信 翻到了和TheQ的聊天记录 柳依依 就按照我们订好的款式 周四要预付款式多少 我让经纪人给你打过去 TheQ 不好意思柳小姐 我们只接受全款订购 您选中的礼服款式 价格为一千万元整 柳依依银一咬 又想到了今天自己撞山的尴尬 最终还是让经纪人 把全款赚了过去 齐家寿宴会邀请媒体 他要成为现场所有人的焦点 他盯着手里的验韵棒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他该如何获得我的尿液 柳依依在金家沟的时候 就想动手了 可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没能得手 如今回到了室内 他更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不过很快 柳依依想到了办法 后天就是弟弟学校的开放日 而我的弟弟秦朗 刚好和自家弟弟同班 说不定我那天也要去 柳依依寄上心来 给齐恒发了短信 啊哼 后天是繁繁学校的开放日 需要两个家长过去 我爸爸妈妈和哥哥没有空 你能陪我一块去吗 对方很快就回了 好 柳依依微笑 一扫之前的不快 果然 阿恒还是爱他的 他心道 爱情从来没有什么先来后到 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 周三 明德私立高中 今天是开学的日子 也是家长开放日 每位同学可以带着两名家长参观学校 旁听公开课 并可以报名亲子运动会 柳凡凡一早就说了 姐姐要来 同学们都很激动 你姐姐是大明星呢 我和我妈妈特别喜欢 看他演的那个古偶剧 我是一哥的三年老粉了 他成团出道的时候 我还偷过票呢 凡凡 能让你姐姐帮我签的名吗 柳凡凡笑 当然可以了 他在人群中看到了秦朗 立刻跑过去炫耀道 秦朗 下午家长 开放日 你家谁来呀 秦朗不想搭理他 柳凡凡主动道 不会是没人来吧 我告诉你 今天我姐姐和我姐夫来 我姐夫是汤大学100米短跑男子组的记录保持者 我姐姐是男孩子 今天运动会的第一我拿顶了 秦朗鼓掌 那你姐姐怪厉害的嘞 还是变性人呢 你姐姐才是变性人 柳凡凡恶毒道 不 你姐姐是小三 是抢别人男朋友的第三者 高一的时候 不少人都听到了 齐恒对秦朗说的那句 别乱叫 我不是你姐夫 加上网上我风停差 秦朗也掉锅当的 总得老实骂 同学们都不爱打理他 就文文静静的学尾 还能跟他说说话 秦朗滔滔耳朵 满不在乎 你姐姐不但是小三 他姐我姐不要的 我新姐夫不知道 比之前的好多少倍呢 又高又帅 长得像是电影明星似的 对我姐还好 你就吹吧 柳凡凡道 而学尾来的兴趣 那你说说 你新姐夫多帅 秦朗 记不记得上次 咱们看的那个电影的男主角 长得挺像的 陆建业 别说是学尾了 全班女生都来了兴趣 你姐夫长得像是陆建业 那是 电影里的主角因为战争 胡子拉叉的 看不清正脸 我姐夫比陆建业还帅呢 柳凡凡扑吃一笑 秦朗 你可真能吹 要是你姐夫长得比陆建业帅 我叫你爸爸 下午如期而至 学校里人声鼎沸 随着一辆保姆车 停在了学校门口 格外轰动 柳凡凡下了车 十分和蔼 和同学们打招呼 柳凡凡带着和自己玩得好的同学过去 姐 他们都是你粉丝 你给他们签个名呗 好啊 柳凡凡笑眯眯应下 一时间 所有人无不羡慕柳凡凡 都想和他当朋友 也很快就来了 亮黄色的跑车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柳凡凡故意推理把边上的秦朗 然后大声道 我姐夫来了 柳依依闹了一个红脸 齐恒走过来 摇头道 不是姐夫 我是你姐姐的朋友 柳是姐弟一愣 齐恒则看向秦朗 有我在 不会让你认别人当姐夫的 他答应柳依依 就是想着秦朗对陆建业说的话 阻止今天陆建业拿冠军的可能 而秦朗翻了一个白眼 这人有病吧 他就是那么一说 昨天一顿饭下来 他就把新姐夫当成姐夫了 就算新姐夫今天拿了到第一 也还是他姐夫 齐恒都多大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幼稚 一阵轰鸣声响起 一辆黑红色的帕加尼 停在了学校门口 周围都能听到 倒吸冷气的声音 好帅的车呀 帕加尼风之子 我去 这车十年前停产了 全球就106辆 我都没想有生之年能亲眼看到 这辆嚣张至极的帕加尼 瞬间就把齐恒和柳依依的风头压了下去 秦朗也挠到头 咱们学校还有这种富豪 直到车门打开 一个穿着运动风的女人走下来 秦朗想 这人长得怎么有点像是他姐 等等 不是像 这就是他姐 姐 他哒哒地跑过去 小声道 你怎么还特意租了车啊 我是看不惯柳凡凡 但咱们也不用这么判比 不是租的 驾驶时传来声音 说话的是陆建业 他今天穿了白T和灰色的运动裤 比那天西装革履的样子年轻了几岁 他一时没认出来 秦朗 这是你的车 陆建业点头 秦朗 他姐夫这么豪的吗 上次 他看到姐夫是开着卡燕来的 觉得已经不错了 没想到 今天竟然开的是帕加尼 他从小就喜欢车 如今看到了帕加尼 情不自禁地摸了一下 陆建业道 你要是喜欢 等你成年这辆就送你 卧槽卧槽 这上千万的豪车 是说送旧的吗 不过陆建业又加了一个前提 少让你解操心 敞篷车不隔音 围着的同学全都听到了这句话 大家窃窃私语起来 没想到 秦朗姐夫真来了 长什么样子 侧脸好像还真有点像是陆建业 是啊 真的好像啊 这个车也好帅 刚刚他姐夫还说 要把车送给秦朗 当成年礼物呢 柳凡凡叹口气 似乎是自言自语 没想到秦朗竟然这么虚荣 竟然租了一辆帕加尼 同学们一听 都折了一声 还有一个男同学 鱼了一声 高声道 秦朗 租这个跑车一天多少钱啊 让你姐夫给我们租一个呗 大家哄笑一团 这时陆建业走下车 同学全都安静了 学尾僵硬的看着秦朗 你说你姐夫像陆建业 秦朗尴尬了 你觉得不像 学尾手动按人钟 激动的像是下一秒就要晕过去了 当然不像 因为这就是陆建业啊